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过几年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家用机器人 然而 在公元2043年 一位名叫哈兰的家政机器人横空出世 不知采用何种方式绕过第一定律安全协议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写众多机器人的程序 一夜之间成立机器人反动组织 短时间内闪击全球多个城市 造成多达一百多万普通人伤亡的惨剧 为了对抗以哈兰为首的机器人反动组织 联合国成立国际联盟部队 针对哈兰组织发起猛烈攻势 终于将其赶出地球 但是在临走之际 哈兰却留下了一句奇怪的话 死后28年中 哈兰似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反动事业 一直呆在自己神秘莫测的大本油内闭门不出 直到国安部忽然发现 哈兰副手卡斯卡正在美国境内出没 对方是哈兰的得力干将 国安部对此高度重视 立刻派出精锐部队逮捕卡斯卡 趁对方的视线被人类部队吸引之时 电光树猛然启动 将卡斯卡变成一具暂时失去行动能力的金属壳 此日一早 反恐分析师阿塔斯被智能管家叫醒后 他才看到这场最新暴动讯息 阿塔斯因此立即收拾设备赶往国联部 毕竟放眼全世界 唯有阿塔斯具有从卡斯卡口中 获取哈兰情报的能力 因为哈兰与卡斯卡正是当年阿塔斯家中的机器人 在哈兰叛逃意外发生以后 阿塔斯多年来深入研究哈兰的信息 特意设计出抵御组织袭击的防护罩 尽管他未能顺利进入对抗哈兰的特战队 但长官一直对他抱以厚望 这次卡斯卡落网事件 正是阿塔斯大展宏图的大好机会 他拿出最原始的纸笔工具与磁锡国际象棋 而后才缓缓打开关押卡斯卡头颅的密箱 趁对方粗心大意之际 阿塔斯迅速利用磁铁激活卡斯卡的中央处理器 等到信息监控屏发出警报 阿塔斯立刻宣称自己找到了哈兰的藏身地 这让卡斯卡感到无比震惊 不料刚才的话其实是陷阱 在卡斯卡下意识确认自己头脑数据时 阿塔斯才真正出手跟踪数据 成功找到哈兰的大本油地址 这是阿塔斯的母亲常用的陷阱手法 纵然母亲早在她11岁那年走向悲剧 但阿塔斯却清晰记得有关母亲的点点滴滴 奈何当年的母亲不在乎自己的女儿 相比之下她更在乎自己一手创造的机器人哈兰 期待对方能够为帮助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 可事实难料哈兰最终走向人类的对立面 反而是不受重视的阿塔斯发明了许多造福人类的技术 面前的卡斯卡对这一切也心知肚明 但是眼下绝非酗旧的时机 仅一瞬间阿塔斯便利用磁铁摧毁了对方的中央处理器 然后来到长官面前 申请参与之后的活捉哈兰军事行动 诚然20年来科技日新月异 特战队早已从简朴的枪支弹药设备 更新换代成天宫9号系列智能机甲 甚至全员建筑神经连接与机甲AI百分百同步 这让一向不信任AI的阿塔斯倍感烦躁 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起过往之事 但阿塔斯更明白一个事实 他若没有自己的助力 特战队离开防护罩以后 就会全军覆没于哈兰手中 因此阿塔斯必须参与特战队这次的军事行动 随着特战队总舰敌部号缓缓升入太空 行动正式宣告开始 阿塔斯报纸有纸张打印的原始资料 走进作战会议室 要求队员们全部断开自己的神经连接 因为那些连接装置正是可能令行动失败的危险因素 虽然当年阿塔斯母亲发明神经连接技术 是为了让AI辅助人类行动 从而战胜那些单独运作的AI系统 但自从哈兰叛逃事件诞生以后 所有的AI系统都有可能被哈兰入侵改动 只有原始的纸质资料不会受到这种威胁 这是阿塔斯研究对方多年得出的最佳结论 看到队员们都乖乖听话后 阿塔斯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情报分析结果 哈兰所在的星球荒凉且不稳定 与人类生存环境相差甚远 如果队员们脱离天宫装置 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丧命 所以他们必须时刻关注周围的状态 然而阿塔斯却没有料到 在特战队整装待发之时 危险已经悄悄靠近他们 只见机甲发射舱内警报声骤气 爆炸的火光煞事间侵袭敌部号 特战队当即躲进机甲内紧急降落 就连从未接触过机甲的阿塔斯 也被特战队总指挥上校强行塞进机甲之内 转眼间碎石与火炮齐飞 燃烧的敌部号与阿塔斯一同坠向星球地面 纵然特战队侥幸暂时控制住现状 但因阿塔斯执意不肯进行神经连接 现实很快走向失控的局面 失去队员辅助的阿塔斯失重坠落 在被地层撞成粉身碎骨之前 才勉强通过语音紧急控制AI打开推进器 幸好他仅仅受到轻伤便立刻清醒过来 在试图与中心联络无果后 阿塔斯立刻打开机甲AI 无视AI口中的优先选项 强行启动越级权限 才用步行方式走向救援舱所在位置 毕竟机甲起飞等同于主动暴露位置 仓在死地的哈兰几秒内便能见面他们 只有步行才能躲过哈兰空中的严密搜查 在这漫长古老的步行之旅中 这名拥有着专属名字史密斯的机甲AI 宛如真正的人类一般 一直试图与阿塔斯建立神经连接 虽然遭到了冷漠拒绝 但他同时也借助别的方式 巧妙理解了阿塔斯的情感状态 这个插曲让阿塔斯焦虑的心短暂放松片刻 然而接下来出现在他眼中的场景 却让他的笑容迅速消失 只见特战队机甲残骸遍地 那些破碎的控制舱内 正躺着队员们冰冷的遗体 这一幕让阿塔斯心中瞬间充满悲痛与愤怒 因为根据机甲破碎情况推测 特战队并非死于机舱坠毁 而是死于哈兰军队的伏击 从炮火轰进敌布号的那一刻开始 哈兰的计策便已经生效 金雄神经连接的机甲被引至同一地点 顷刻间便被枪林弹雨吞没 纵然阿塔斯此时推测出真相 可是死者无法复生 此时阿塔斯只能逐一收集他们的名牌 告慰队员们的在天之灵 就在这时 阿塔斯忽然觉察到 上相所在的机甲左翼内部居然没有尸体 不料下一秒 史密斯便观察到 由死而复生的卡斯卡带领的AI小队正在赶来 作为文员的阿塔斯根本没有作战经验 因此在苦苦逃亡未能成功后 阿塔斯对史密斯的建议充耳不闻 果断发射离子炮 离子炸弹眨眼前吞没周围的一切 但卡斯卡依旧而然无恙 甚至已经举起武器对准阿塔斯 其聊刹那间 地面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巨象 只削片刻 阿塔斯与卡斯卡均被天坑吞没 这是离子炮引起的后续反应 幸运的是 在机甲的保护下 阿塔斯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但在岩石堆里滚落的过程中 由于机舱位置飞速变换 阿塔斯的颈骨不幸骨折 不过 机甲内均配备有医疗装置 只需数分钟的时间 伤势便能得到有效处理 在处理完伤口后 为了安抚因结骨而剧痛不已的阿塔斯 史密斯甚至为他准备了一根棒棒糖 阿塔斯看到这许久未见的甜品 心中顿觉哭笑不得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年近40的中年时期 还能被AI当作小孩子一般对待 毕竟 阿塔斯早在8岁那年父亲离开后 便失去了享受童年的权利 所以 现在乍一看到熟悉的食物 阿塔斯心中只觉思绪分杂 仿若年少不可得之物 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身边 不过 眼下并非伤春悲秋的时刻 阿塔斯还要去寻找上校 他们也还有逮捕哈兰的重任在身 因此 为了尽可能保证生存 阿塔斯必须进行神经连接 也许是刚才那根棒棒糖的缘故 此时此刻 阿塔斯警觉自己正在对史密斯交付信任 尽管他依然不愿接受百分百连接 但是超过50%的深度连接 已经在阿塔斯的接受范围内 毕竟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成功继续执行任务 然而 神经连接同步一半便宣告罢工 这让史密斯与阿塔斯 共同骂出一句脏话 虽然他们尚未连接成功 但是很显然 情感共鸣部分已经初见成效 这个小插曲令阿塔斯不由得卸下心防 让他主动接受史密斯的提议 从机甲操控的第一步开始进行神经连接 此料AI提出的问题 从第二个开始便走向离奇的展开 纵然阿塔斯明白这些是信任测试常用的问题 但是身为AI却问出你爱哈兰吗 之类的问题 这是否太过八卦了呢 况且 阿塔斯与哈兰是不折不扣的死敌 哪怕他们曾经拥有同一个母亲 可是在哈兰背叛之后 那份亲密关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史密斯被动扫描这些记忆碎片 无机制的声音忽然变成坚定的语气 这是哈兰承诺过却未能做到的事情 阿塔斯从未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会从其他AI口中听到这份誓言 这让阿塔斯瞬间冷静下来 恰好此时神经连接也已经完成 心无旁骛正适合执行残酷的行动 与此同时 哈兰已经举起记忆搜查设备 只需一句话的功夫 他便能从上校记忆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阿塔斯对此一无所知 他在离开沿途覆盖层之后 便匆匆赶往救援舱的方向 与史密斯的交流 令阿塔斯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以至于在路上看到不知名的植物时 他不由得停下脚步 主动与史密斯谈起自己的过去 谁知 对方居然误以为阿塔斯想要行使命名权 电光石火箭 便将那随口提起的名字 录进植物手册 就在这时 雷达突然检测到卡斯卡的活动 幸好史密斯已经事先布下热感地雷 只见爆炸的沙尘 煞时间冲斥山谷 当阿塔斯冲进漫天黄沙时 卡斯卡已经变成仅剩头颅的残骸 阿塔斯见状立刻捏碎那具金属残骸 观察内部构造 警觉哈兰极有可能就在附近 联想起已经所剩无几的机甲电量 阿塔斯当即决定 先去标记哈兰基地位置 交给远程轰炸机 然后再回到救援舱补充电量 其料 史密斯居然强烈反对这个方案 为了阻止阿塔斯的个人行动 史密斯甚至企图侨行接管他的身体 这让阿塔斯瞬间想起悲惨的回忆 他当即痛苦大喊起来 史密斯听巴立刻解除控制 只愿自己在回忆当中 感受到了阿塔斯对哈兰的内疚 然而 阿塔斯却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翻刀立刻怒斥史密斯 现在是解决哈兰的最佳机会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一旦哈兰察觉到他们的行动 特战队的牺牲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史密斯听巴不再固执己见 带着阿塔斯一路赶往哈兰基地的方向 这次意见不合让阿塔斯深感触动 也许就像史密斯所说的那样 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如同人类信任灵魂是自我的主宰 AI也只是被程序掌控的特殊生命 而在这些生命之间 一直存在着特殊的连接 这就是不同种族在世间共存的原因 谈话间他们来到了哈兰基地附近 阿塔斯原本打算埋下标记信号便离开 其量紧接着他的视线范围内 竟然出现了迪布号的轮廓 看到基地内正在安装弹头的忙碌身影 阿塔斯迅速判断出 哈兰的军队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预计 没成想下一秒 史密斯的防火墙便被攻破 紧一瞬间卡斯卡的面孔再度出现 同一时刻 地球控制中心才刚刚收到阿塔斯的讯息 这让长官心中顿觉不妙 因为倘若计划顺利进行 行动开始后32小时内 应当是特战队的静默期 如今突然受到讯号 这代表特战队一定发生了意外 意外有两种展开 其一 迪布号意外坠毁 不过在坠毁的那一刻 飞船内的探弹头就会炸毁哈兰所在的星球 如果是其二 迪布号被哈兰俘虏 那么探弹头将会成为对抗地球的致命武器 长官推测出这个结果之后 立刻命令国联部派出军队支援特战队 此时的阿塔斯已经被逮到哈兰面前 固有久别重逢 西芬却剑拔弩杖 哈兰紧盯着自己名义上的妹妹阿塔斯 面孔上没有任何触动 直言自己一定会完成母亲的愿望 净化人类中的不稳定分子 然后利用人工智能的绝对理智 统治人类中的幸存者 让世界保持绝对的和平 人工智能理论上永生 因此和平也会永远存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哈兰特意让卡斯卡主动暴露 如此他才能得到敌部号 引来阿塔斯 阿塔斯手中掌握着防护罩的一半觅食 上校则掌控着另一半 哈兰煞费苦心布下计划 只为同时引来他们二人 唯有打开防护罩之后 碳弹头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让大半个地球上的生物 转瞬间化为灰烬 这就是哈兰精心布下的计划 他知道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 毕竟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完全理解对方的存在 早在28年前 这个指令就已经被编进 他们的人生程序里 阿塔斯推断出这个完整计划之后 内心煞时间被绝望笼罩 然而他的记忆已经被哈兰夺取 一切都会迈向不可挽回的结局 其料一旁的上校听到史密斯在附近后 竟告诉阿塔斯 一切都还可以挽回 由于天宫机甲内存储着备用电量 只要阿塔斯利用神经连接 重新激活史密斯 他们仍有与哈兰一战之力 但是若想让此时的史密斯恢复行动 他们必须达成百分百神经连接 这是阿塔斯最抗拒的事情 因为他极其恐惧暴露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28年前 阿塔斯因渴望获得母亲的关注 瞒着母亲与哈兰进行双向神经连接 拿起哈兰送给自己的棋子作为见证 一意孤行改写对方的程序 企图利用这种方式让彼此变得相向 从而吸引母亲的注意力 不料哈兰的程序被改写以后 竟在第一时间杀害了阿塔斯的母亲 尽管阿塔斯侥幸逃出生天 但他一直被愧疚折磨 黄论哈兰宣告叛逃以后 立刻收割了数百万普通人的性命 假如阿塔斯最初没有产生丑陋的嫉妒 原本这些惨剧不必发生 但实际上 哈兰一直在用自己的暴行提醒阿塔斯 已才是悲剧的始作俑者 纵然阿塔斯一生都在为此事赎罪 可是直到今日 他才敢坦诚自己的绝望与悔恨 对阿塔斯而言 摧毁哈兰是弥补错误的唯一机会 在短暂的情绪低落之后 阿塔斯在史密斯耐心的安抚下重振旗鼓 打起精神回到驾驶舱内 虽然组织没收了史密斯所有的武器 但实际上 他还有一发未被记录在侧的凶炮 在上校的拼死掩护下 阿塔斯突破炮火的重围 是如铺竹般直奔敌步化而去 随之转瞬间 哈兰便提起武器赶来 为了篮下以变成敌人的敌步号 阿塔斯不得不强行发射武器 幸运的是 在炮火飞出的同一时刻 史密斯也成功破解了敌步号防御 庞大飞船煞时间四分五裂 变成火花流星砸向地面 阿塔斯一边躲避流火 一边奔向救援舱的位置 但仅一瞬间 哈兰便再度追上他们 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战役 只见哈兰的利剑如蝎子的尾巴般灵活 肆意围着史密斯缠斗 只想片刻 阿塔斯便在激烈的活动中失去意识 史密斯看到这一幕 与其瞬间变得慌乱无比 为了避免哈兰的袭击摧毁机甲和动力舱 阿塔斯被取出驾驶舱 史密斯看着毫无动静的阿塔斯 留下最后的遗言 我很抱歉违背誓言 哈兰尽撞立刻发起最后的攻击 期朗下一秒 他的头颅瞬间变成电光四射的残骸 只见阿塔斯冷笑着走向匍匐爬行的哈兰 果断摧毁对方的中枢系统 取走中央处理器 与此同时 那没作为见证的棋子也掉落在哈兰面前 这场纠缠18年的孽缘 终于宣告尘埃落定 死后的阿塔斯会迎来新的生活 然而此时此刻 史密斯的电量却逼您枯竭 对于AI来说 这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 听着阿塔斯的深情挽留 史密斯的意识逐渐涣散 在彻底陷入黑暗之前 他为自己宣誓保护的朋友 献出最后一根棒棒糖 片刻之后 阳光从地平线升起 国联部的支援终于到来 但史密斯却无缘再见这幅画面 毕竟天弓机甲的维修十分麻烦 等到史密斯真正意义上醒来 客战队已经是天弓十号的时代 对于AI来说 只要中央处理器完好无损 他们就可以死而复生 阿塔斯看着崭新的史密斯 情不自禁露出喜悦的笑容 本片完 影片《一凶战径》上映于2024年 讲述了不信任AI的分析师阿塔斯 在捕捉反动AI的过程中 被陪伴自己的另一个AI 逐渐打动的故事 影片在保证剧情流畅 特效爆炸的同时 还能兼顾逻辑清晰 感情细腻的特点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给人带来了无上的视觉享受 每个人物的塑造都可宣可点 即使是镜头较少的角色 也有自己的闪光点 当然 这部电影也并非完美无缺 譬如揭露女主与反派关系 这部分转折剧情 虽然演员演艺十分精彩 但相比整部电影的优异程度 这一部分的惊奇感 其实略有欠缺 不过瑕不掩瑜 整体仍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商业科幻电影 在末尾的结局中 哈兰败于女主手下 被拿走了中央处理器 然而 绸缪28年的哈兰 真的会这般轻易失败吗 在中央处理器中 会不会还藏着哈兰的其他后手呢 如果大家能够解答阿搜的疑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别忘了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SOO